大家好 上一节可能我们讲了一下这个realgsgsx的用法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从gsx标签转到这个常规的javascript 他是为了这个方便我们写akml结构 然后出来的一个更便捷性的工具 更便捷性的一种标签 最近可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realgs的组件 组件的概念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关键的一个点 比较大块比较重要 大家一定要这个讲听的时候呢一定要更深一点 然后这个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呢 晚上多查一下或者是这个 晚上多查一下多时间一些 然后这个组件这部分呢主要是讲这么几点 首先拿一个基本例子 待会看一下然后讲一下这个例子中的这个这些函数 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组件的一个定义 然后紧接着是这个组件本身属性 说是组件属性 其实更偏向于说组件 嗯 组件所代表的这个含义吧 然后再一个是说一下这个复合组件 再一个是复用组件 另外就是几个补充的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个基本例子 这个是一个这个官网上的例子 我就直接拿下来了 看一下这个是定义了一个这个叫like button的这么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 嗯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 嗯 组件在定义的时候 它其实是对这个correct.component做了一个这个 继承和这个一些覆盖 我们在这里边呢 先说一下这个get initial state 我们在讲的时候啊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组件本身的这个 先说一下组件本身的这么一个 嗯 理解 你可以把一个组件当成是一个 这么一个组件 当成是一个函数 funk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funk是要实现的一个 它的几个特性就是有输入有输出 那么它的输入是什么呢 针对于这个组件来说 它的输入就是传给它的数据 一个是pros 一个是state 它自身的数据 那么还有人问 还有人想说了 atml呢 atml这个东西是属于它内身 它本身内部定义的 这个是不属不属于输入的 就好像说我们发科生在写的时候 这个函数体自身有些操作 这属于它本身就产生了 那么它的输出呢 就是打到一面上的atml 以及大家要注意 以及这个组件 可能要成为它的子组件的一些数据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嗯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输出出来一个tml 才说了 tml结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件 pros是这个 呃 传递用的 主要是说它的属性 state是一个状态的概念 因为这个 你说到组件啊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看过这种状态机的这么一个概念 状态机的概念大概大概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可以对一个机器定义不同的状态 然后它在不同的状态下 有不同的输出 不同的这个表现 等等这类东西 所以是一个跟状态挂钩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比如说这个like button get initial state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定义一个默认的这个state 就是说我返回 返回了一个对象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state是一个对象 你在retain的时候 一定要retain一个对象 哪怕是只有一个属性 然后这个handleclick 定义了一个自定义的实践函数 render 关键呢 就是要输出这个tema片段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我定义了这个text text是根据state里边的这个lect 属性来做区分 决定了这个字符圈是什么 然后最后决定了我的输出是什么 这个就是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 类似于状态记的概念 根据我state里边的这个一些值 来决定我的输出是什么 那么这个unclick呢 要用它本身的这个 handleclick的概念 handleclick的函数 在这块我这个 说了这个函数 对了 顺便记得说一下 我看一下 放到后边说 这一块有有说 因为这个this的概念和这个 嗯 this的概念和这个把这个实践 其实是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待会我再来具体来说一下 我们说完这个呢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么一个组件定义 一般来说这个render是必须的 然后其他的一些自定义的这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组件的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复合组件和这个复用或者是重用组件 为了避免这个重复 现在是复合组件 现在是复合组件 复合组件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学这个 嗯 如果是学过明相对象的这个概念的同学呢 可能知道 但没学过呢 我也简单说一下 组件组合形式可以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继承 那种是组合 继承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A B B继承了A 那么就可以说B是一个A 具有A的属性 就好像说这个我们说 任何的这个 嗯 比如说猫啊 狗啊 猪啊 羊啊 都是动物 它是具有动物的这个属性 动物的什么什么属性呢 比如说动物是活着的 种猪肩的 这个 有这个什么各种 身体 身体迹象的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可以说这个B是拥有A的特性的 那么组合呢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比方说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啪啪 组合出来成了一个这个字母表 或者说你说一个汽车是有这个车头 是有这个轮子啊 外壳啊 方向盘啊 制动系统啊等等 这些东西是组合出来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它每一个组件 就是说它的每一个子组件 让人拥有它子组件本身的属性 但是它们共同构建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那么具体的这个例子来说呢 具体的这个例子来说呢 具体的这个例子来说呢 那么hello组件和time组件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复合组件的关系 hello组件里边是由time组件和这些字段 以及外层的这个P标签来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说time组件 它可以有自身的一些特性 一些值 互不影响 但是它组成了这个hello组件 是一个组 是一个这个组合的概念 那么这有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parent和owner 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例子里边 hello组件是time组件的owner 但是它不是它的parent 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一下 owner就是你组合的时候 它的拥有者是谁是谁 但是你说它的parent 那么这个time表情 它的它的副表情是谁呢 它的parent是谁呢 在这个里边最直观的 它是P表情 但是也只是在这个例子里边 如果说比如说我定义了另外一个组件 hello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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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这个message组件 那么这个message组件里边呢 也用到了这个time组件 但是我换了一个方式 改成是叫div了 那么在这个里边 你总不能说我time表情有两个parent 一个div一个p 平常是不能这么说 你只能就着某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 因为这个parent其实是和我们 在写atml的时候 这个parent是一致的 所以是要拿到具体例子里边来说 说它的这个div是谁 了解这个概念是干嘛使的呢 了解这个parent和owner的组件 是为了方便我们之后 讲这个probs的时候做基础 因为你probs在传递的时候 是只能有它的这个owner 来传递probs的 而不是parent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说 有时候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同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这儿return了一个 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就return了一个time标签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hello组件既是time标签的这个副标签 嗯 哦对可以说是副标签 也可以说是他的owner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做一个区分 嗯 接下来是说这个 这个例子就不写了 输出的结果很简单 就是这个hello steven today is 日期是什么日子 就是这么个这么个结果 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复用组件 复用组件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有些组件 我们换一个例子来说 可复用的组件意思就是说这个组件是可以和别的组件混合到一块来用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概念 但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mixin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一下每个组件都干了什么吧 先说这个setinterval mixin component will amount 这个函数呢是它内部定义的一个函数 它是什么之后执行的呢 就是在这个组件将要被渲染到音边上的时候执行 setinterval自定义一个函数 component will amount 就是当它需要被页面当中卸载的时候要执行的这么一个函数 这块不能说组件 这写的有点问题 这写错了 设置要混合的这个对象吧 然后这 mixin 至于这个mixin的用法 我们随后再详细介绍 这块就需要知道它和这个对象做了一个混合 就是相当于说把这个对象里边某些函数挂散到了这个组件里边当中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主组件 get initial state刚刚之前说过了 component d的amount 这个就是说这个 相当于说在组件已经挂载到页面上之后进行执行 执行了什么呢 setinterval 设置了一个那个 定时器 定时器每一秒钟执行这个take函数 take函数干嘛呢 设置状态 然后是这个render 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 那么这个的执行结果就是running for 它把原来的这些函数复合到这个组件当中 然后是每这个每一秒钟执行一下这个take函数 重新更新更新一下state的状态 可以看到每一秒钟更新一下 就是这么个运行结果 这两个组件的概念在这个官网上也有解释 就是multiple reusable 动态的概念我们待会讲到数据流动最后会详细介绍 probs验证了这个是probs的一个这个用法 因为内容比较多 回头我们得详细的说一下这个probs 嗯 这个刚刚提到了啊 其实我们刚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呢是属于这个用用这个来说 这个复用组件其实是可复用组件是稍微有点不是特别妥当的 因为这个他其实可以说把这个对象复用到任何一个组件身上 但是他不能说不能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可复用的组件 如果说你像这种time组件 它本身它既可以用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Hello组件里边 也可以把它拎到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message组件里边 这个本身呢 因为它如果是一个组件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可复用组件 而这个mixin其实是不合适的 顶多可以把它说到是要和和的一个对象 但是组件和对象这两个概念 大家还是要区分清楚的 这个回头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继续再看一下这个官网上的这么一些概念 因为这个里边还是介绍的比较详细的 那么这个 然后解释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中文的官网上有些概念 它其实是没有引入进来 像后边这个state for 以及es6 不得不说是个缺失啊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补充的几点 这个this呢 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写这个里边this的时候 不管是在这函数里用到 在这个比如说很多click里边 这里边的this函数 或者是这个 组件里边你用到this 我们可能说平常在正常的JSquade里面 用到this都是指向当前作用域 如果是这个函数 你比如说是在这个unclick里边 unclick里边用到了一个这个 呃 世界间链数里边你用到了这个一个 用到了一个this 那么正常 正常时候它是指向这个 如果你正常时候它是指向 指向于这个 嗯 那我们结构了 但是在这个里边呢 所有的this它默认都是指向当前组件 就是说这个组件本身的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定用它的state或者是里边的任何方法等等等等 它不是指向 这么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呃 实践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不要说这个写的时候好像说是产生了什么问题 没注意到 产生了这个 我本明明写了这么一个函数为什么没有这个执行呢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看一下这 click之后它输出的this cancelator props 它输出的是这个组件本身的这么一个概念 而不是说这个dome结构 所以这点有一个区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statefor的概念是什么呢 statefor是这个说每一个组件它本身其实是拥有一个状态的 尤其是像这种可复用的列表可复用组件特别多 比方说这种出现有排序的这么一个组件 它其实是每一个正常情况下 你可以说一标签它原来有两个 这个我直接拿官网上一个例子来说 嗯 比方说默认第一个状态它是有两个params 然后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之后 看这个变成了一个之后 你觉得它是把第一个删掉了 但其实它它是毁灭掉了第二个元素 然后把第一个元素改成了2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在给这个组件 如果这不是一个批判线而是一个默认组件 你复制的时候 你可能说这个你觉得改变了 改变了这个组件 但其实它只是改变了这个表现 它的state for随之也没有 随之也被扔掉了 你希望保留是第二个标签 但其实它毁灭的是第二个标签 然后第一个标签做了一个改变 所以这点特别要注意一下 那么怎么来保留呢 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这种 给它加一个k的属性 加上一个k的之后 它就知道说这个组件 要么存在 要么就是直接被毁灭 而是不可复用的 不可复用的 但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可复用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实际上你在产生 在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加这个k 只要的yes 它都会报错 我还是不让你这么干的 state for 看下它会报什么错呢 e-channel-inarray all-educate should have a unique key prop 它告诉你说 在数组或者是便利器当中 都应该有一个独一的 每一个资源速度应该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k属性 然后让你检查这个chat list 就是这一段 动态的这个children 这个就是说这个它默认也是 不让你这么干的 因为防止这个 有些这个state数据 没有被修改 所以必须是带上一个k的概念 带上一个k的属性 这个呢大家就是了解一下 尤其是在在这种出现排序的 或者是这个有序列表 无序列表等等用到这种 圆圈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很有可能 会把这个元素服用 所以你需要有这种属性 来防止它的这个造成 为了防止它造成c的这个错误感谢 然后这个保留的这么一个概念 保留的这么一个属性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讲了一些属性的概念 怎么认识属性 组件 组件的概念 怎么认识组件 以及这个复合组件 和这个复用组件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parent和owner的区别 这个是回头我们需要 在profs使用的时候 要做这个区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出来 这样的概念 在一个补充方面 说了一下this指向 都是指向组件 然后把实件实质 是做了另外一层封装 并不是它原始的实件绑件 然后这个state phone 再牵涉到有序 以及这个无序标签的时候 它可能会这个使用到 使用到key 留下一个作业呢 就是说完成一个计时器 显示当天的时间 要求这个日期用一个组件 然后当天的时分的用另一个组件 意思就是用两个组件 然后呢要求是每一分钟更新一次时间 这个方式呢 我可以展示说这个BABABA 比方说这个今天是sunday 然后这个april 4月24 2016 每一分钟呢 下面比方说这个BABABA 即点几分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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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分 这个概念 发生这么一个东西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 下一节课我们会讲一下这个state概念